好 我们又来到了新一期的Pro4饭 前面的中饭吃得不错 那晚饭是不是应该你请我吃了呢 你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 当然是挑贵的吃 人均第一千的不吃的 没问题 好的 那就这么说好了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桌上放了那么多东西 最贵的就是来自CTCC的卡钱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卡钱跟这个卡钱 同样都是Alcon 同样都是6火彩 那长得可是大不同 对吧 来吧 介绍介绍 这一款是我们CTCC新出的 它卡钱编号是6440 是全锻造的一款赛用卡钱 它第一个跟民用的区别 它就特别的轻 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材料 它是整块的CNC缕切割出来的 像这种的话 它就不是CNC缕割的 重量的话我们 这个重量可真的是差太多了 这个动作就比较直观了 这真的是非常的轻 轻是赛车最需要的一个关键的指标 然后还有它的制动力 制动力呢 它这个卡钱用的是6活塞的 然后活塞的大小它还不一样 Alcon它有测试 就是哪个活塞放在哪个位置 它是有讲究的 还有一个跟民用最大的 它是没有防身套的 像民用的卡钱都有防身套 因为它要静音要舒适 赛用不追求这些 只要它的制动力 所以这就是这两款卡钱最大的区别 还有可以看一下外表 外表的话这里有一个导风槽 这里可以接碳纤维的一个导风板 然后把管路接到赛车外面 起到一个冷却卡钱的作用 我还想再提个问 就看你这个卡钱 你看到它活塞的样子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活塞的样子就是平的 那有什么差别吗 它这个都是钛合金的活塞 钛合金 因为赛车的极限温度特别的高 因为每次你在直道上面刹车 在重刹区域 它都会对它的活塞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钛合金的话 那这样的一套东西 多少钱 也不贵 四万多五万不到一点 你原来寄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们 没有在赛车里边其实还算好吧 刹车的话不算最贵的一个部件 像避震器 电脑都相对来说比较贵 那说到避震 还是说到我们之前拍惠利宝他们的拉力赛 我会发觉拉力赛的避震特别的长 是的 那有些什么差别 因为场地赛和拉力赛在不同的道路上面进行比赛 像拉力赛它主要是土路 然后砂石路都比较多一点 那这样的话赛车的底盘就不能太低 那场地赛在一个有规定的一个赛车场里面去比赛 那这样我的幅度可以调得稍微低一点 越低它的下压力越高 它的车速会越快 所以避震器的形成 那就会有不同的区别 一个比较长 一个比较多 那我知道你们公司因为做Olinx 然后你们Olinx也有拉力和场地的避震 那一般的话 比如说像调教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别 会有 拉力赛的路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说它在调教上面 有可能偏沙实 有可能偏柏油 要根据当场的比赛来看 场地赛的话 就要根据每个赛车场的弯道 去做相应的调教 四支避震器的设定有可能不是一样的 那这个设定设定点什么东西呢 避震器的上面的设定主要是看得到的我们 弹簧 然后阻尼的硬度 然后回弹 回弹还分高速回弹 低速回弹 对 这些东西 这个就牵扯的东西都非常多 比如说牵扯到轮胎 车辆 赛车场的特性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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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雨地和干地也是不一样的 是 还有包括你避震器要搭配什么 你要搭配你轮胎的请脚 速脚 对 这些东西跟避震器都是有关系的 我就是看到很多赛车啊 它都会有一个油箱 对吧 因为你看飞承车里面有什么ATL防暴油箱 那这个防暴油箱是怎么个防暴法 这个油箱呢 其实跟民用车的油箱的作用是一样 放汽油 但是它赛车会有一些突发的事故 比如说着火啦 比如说翻车了 撞车了 为了起到保护车辆 不要有太大的损失 它会对油箱做一个限制 这也是FIA的一个认定 第一点 它是要防暴的 第二点 每场比赛 比如说它的油箱的大小 赛汇油可能会有规定 那你要根据赛汇的规定 去定制你的油箱 那这个就叫防暴油箱 然后呢 它里边 比如说会有一些海绵的填充物啊 让油箱你在过弯的时候 油不会甩来甩去 不然的话 你在油少的时候 油可能会吸不上油 它这个海绵也是主栏的 里边的内带都是一体成型 每家公司都会有FIA的认证备案 那我们再继续说回赛车啊 有一种人特别的高级 就是电脑工程师 就总感觉它拿着个电脑 一开 在那一放 在赛车上 好像这个车就突然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就感觉很高级 能跟我们说说吗 是这样 赛车上面呢 它的电脑跟原厂的电脑 还不是太一样 它会去掉很多的 不必要的电脑 比如说 一些传感器啊 民用车上面有一些 什么颗粒传感器啊 粉尘传感器啊 空调传感器啊 赛车上面一律不要 它只要控制它的发动机 还有控制关键的那几个按钮 还有一些传感器的毒素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避震传感器 它的形成的毒素 比如说发动机上面一系列的传感器 只要控制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工程师的调教上面呢 赛车电脑也会复杂一点 因为根据不同的气压 不同的天气 然后不同的赛车场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设定 还有根据不同的汽油 因为现在很多赛事的汽油 都已经统一了嘛 要根据它汽油的特性 去调教它的面 说简单 其实跟我们的赛车服一样 这就叫定制 所有东西都是定制 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那就是地盘 其实汽车底盘啊 大家都知道分四个部分 它有行驶 有制动 有传动 还有一个转向 其实赛车上面 我们改动的比较多的 就是行驶部分 然后行驶部分上面有什么呢 有悬挂结构 悬挂结构 比如说前面有麦富逊 前面有双叉臂 后面有多连杆 后面有扭力量 这就是叫悬挂结构 然后制动方面呢 就像刚才说的卡钳 我们会换到比较合适的一个卡钳 还有一个呢就是传动 传动的话 我们变速箱 对一般的车的变速箱 都是不一样 用的全部都是区列式的变速箱 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然后换挡的时间比较快 对 所以整个悬挂部分 是由这几块组成的 赛车最重要的就是改这三款 说的很高级 那能不能每一块 都帮我细化的说说呢 可以 就是我们在行驶系统上面 悬挂的结构 前后是有赛事规定的 比如说前面有麦富逊 后面有多连杆 然后规定完以后 我们根据它这个规定 去做一个相应的改动 刚才说的是行驶 然后后面还有制动 制动的话就是换卡钱 这就是制动的 这个就相对简单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动 传动的话我们就是变速箱 对变速箱进行一个改造 把传统的变速箱 自动或者手动 全部拆除不要 我们换上一个序列式的变速箱 现在民用车上面 用序列式的变速箱的车也是有的 序列式的变速箱呢 在马路上面是非常的难受 它一定要转速比较高 对 转速比较低的 它就会人一冲一冲 说到这个 之前我们拍的Drive-Off 我开了一个他们的Rally-Cross 序列式的波箱不是一根杆子吗 就这样这样这样 那个时候上去 我本来就已经准备好 就用这样大的力去进一个挡 然后没想到就两个手指就进去了 其实在你车速快的时候 不需要用很大的力 只有在你原地停着的时候 比如说要刮刀挡 要拉一挡 这样的力会比较大一点 当你的速度起来以后 它的齿轮是有咬合的 所以非常方便的就进去 但是你在原地停车的时候 或是速度低的时候 那你要用很大的力 才能让它的齿轮去咬合 所以你会感觉 在快的时候很轻松 在慢的时候 很用力 这跟波箱的好坏其实也有关系 哦 是哦 对 因为波箱有很多品牌 像我们现在用的比较高端一点的 像Extra的波箱 像Sagift的波箱 都是用的比较多 还有法国的3O 好的波箱确实手感会好一点 就像民用车大家说的吸路牌 它也有一点吸路牌 哦 对 是这样 我看还有一种 就是那种波箱 它也是虚的 但是它是波片的 其实波片的 跟我们现在拉的是一样的 这又要说到一个赛事规则了 有的赛事规则规定 不能用那些气动的电动的阻住 那我就不用波片的 就用拉的 但是呢 有的赛事规则是开放的 那我在它换挡的结构下面 可以放一个电控的 或者说气动的一个装置 然后连接到你的方向盘两边 你在拨片的时候给它一个电信号 它去帮你完成这个动作 那我看他们拉力赛就像林德伟他们的赛车 它在拨的时候 那个杆子还是会动的 对啊 就是说你在这个结构上面 其实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我给了它一个电信号 让下面这个辅助装置去完成这个动作 哦 哦哦哦 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一样一样一模一样 我想再问一下 就比如说像很多车 就出去的时候比较慢 出P房的时候 是吧 那它是有一个限速吗 是一个按钮 它就开不快是吧 对 它是这样子 它是从电脑上面 可以去写一套程序 每一个赛车场的 P房的那个道路旁边 它的限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小型的是40公里 有些大型的是80公里 那我只要按住那个按钮 不管你在哪个岗位 你油门踩到底 就不会超过这个速度 它就叫维修区限速 哦 哦 诶 那比如说像放炮这种东西啊 也是会有规则说 可以使用不可以使用吗 这个没有 这个就看你电脑工程师调校 还有你这个车的发动机 还有你的涡轮匹配 你适不适合用这个功能 这个就是偏持点火 偏持点火 它起的作用就是 你在涡轮车 你在油门放掉以后 你的涡轮是不转的 但是我要保持这个涡轮转 那我还要给它供电 哦 对 那还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挺好的 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起步装置 就像你刚才说 你要熄火 有了这个起步工程 你只要按住它 油门踩到底 它就会帮你保持 你设定到4000就4000 4500就4500 然后你只要踩到底就可以了 然后起步那一刹 你把它放掉 离合机一弹 它就走了 不会熄火 这些功能 这些功能都要用到赛车电脑 就像我刚才说的赛车电脑 去控制那些关键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桌子上有这些小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叫所谓的波子 广东那边的说法叫波子 其实就是一个金属周材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作用还是挺大的 像我们民用车上面其实也有 但是都是橡胶的 为了用的就是舒适 在过坑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的声音 比较舒适 但是这个是硬连接的 让你的路感特别的清晰 其实如果有没有车去换了这个 是不是会造成很多的异响呢 是不是 是的 异响是肯定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舒适 不舒适 对 这种东西其实就用在 摆壁和车架中间这两个 然后避震器的塔顶上面 这种有连接的地方 我们全部用这种 这种波子从大到小 所有型号都有 那我再想问一下吧 就是像防滚架这样的东西 它这个管子有什么讲究吗 这也是要说到参赛的一个规则 有些规则 比如说管径说是40 有些管径说是30 就要看每个规则不一样 在规则的体系下 我们去和这个防滚架 但是在中汽连的汽车规则的总则上面 是有的 比如说不能少于多少根管子 都是可以的 但是少是不行的 那防滚架比如说这样子设计 这样子横落差落 这是有标准的还是 有标准 它主要四个支点一定要连在一起 就是四个塔顶 四个装避震器的位置 要让这辆车连在一起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 还有它的安全性 安全性就是一定要把它焊成上一个笼子 这个笼子的结构 在安全总则里面也是有的 那管子本身比如说它那个材料有什么讲究 一般都是铁的吧 它对这个管径还有这个壁后是有规定的 然后我们再说说赛车 可以看到这个赛车刹车盘 来来来来我帮你 可以看到啊 这是也是CTCC用的吧 对这是CTCC用的 380的盘 因为这个必定是分体碟 这个应该是浮动的 是吧 好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又要沿用一下我们孙震老师的话了啊 就是有一种碟叫智商碟 智商碟呢就是纸分体 它不浮动 就像你们现在CTCC用的这个浮动碟 跟普通民用的那些浮动碟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材料有可能会比民用的会好一点 你是说这个 盒头啊 盒头的材料 比如说这个用的是7075履的 但是7075履里面 它也有分国标的和非国标的 我们这个肯定是国标的啊 然后比如说浮动螺丝 其实拆一次你就要换一套 有的玩家我拆了不换 换好多次碟 但是螺丝我从来不换 这个我们比赛一次对一套 碟的话大小 有可能有些玩家在大小上面选择不匹配它的车 但是我们这个碟一定是根据这辆赛车的性能的极限来制定 难道不是应该越大越好吗 不是越大越好 要匹配你这辆车 这是关键 你不能把一个很小的马力去配一个很大的制动 它制动大肯定带来的不好的结果就是它重 对吧 你要追求轻 你要追求它的制动力 这是关键 那我说到这个我又想问问题了 就之前我们拍是小事来说嘛 我们说了一下没用车 Lcon开碟开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漫长的 那你们赛车怎么办 赛车其实也挺漫长的 开皮和开碟挺重要的 特别是在赛车里面 你如果一个碟开不好的话 有可能它就会裂 裂 因为热脏冷缩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 特别是下雨天啊什么的 开碟就遵循于一句话 循序渐进 它这个材料是钢的 碰到热以后啊 你如果循序渐进的话 它会里边产生一个化学反应 产生碳 产生碳以后呢 它就会坚固 以后你再怎么开也不会太烈 但是你不循序渐进的开 上去就猛开 那肯定不行 那我们一般建议呢 上去先用40%的力度来踩一踩 然后开举圈让它冷却一下 热上来了嘛 然后开举圈冷却一下 再用60%力度踩一踩 再冷却一下 再踩一踩 一直到100%为止 40%力度踩一踩 那踩一踩是怎么个踩一踩 你就含着它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大指道比如开 然后含一含40% 你不要一脚就下去 一脚就下去 热量上来的太快 可能会开裂 就直接开裂 对 因为它是钢的 钢的就会有这种的问题 那比赛的时候 那不是还要特地再花时间去 开皮开碟吗 是的 所以尽量我们建议客户 在家里把所有这场比赛 需要的碟全部开好 在家里开 怎么开 你所有的车除了比赛 你平时还是要去测试 你在赛车场 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弄好 就提前先弄好 对提前先弄好 那你在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CDCC就三节 有的时候是两节 那你就可以这两节完全地去试车了 而不是去浪费一节的时间去开皮开碟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是 那我再问个问题 那为什么不用探陶呢 规则是不允许用的 CDCC的规则是不允许的 哦 对 哦 其实按照道理上来说 应该是探陶的可能会更耐用一点 探陶的话 我觉得它就没有开解这种说法了 它不需要 而且它特别的轻 在F1上面好像是用的是这种 嗯 那以后看上来是换个探陶的比较合适 那既然这一集我们说了那么好的产品 我是不是要送一些那么好的奖品啊 是不是很押韵 我会准备一些衣服给大家 哎 好的好的好的 让诺米送给大家 好的好的 那问题来了 有没有我尺寸的 你所有的东西我都会给你定制 要钱吗 不用 好的 这句话大家记住了啊 这句话绝对会在节目当中播出的 那么这一集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拜拜 拜拜